1976年年尾,华国锋同志正式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这一年距离他调任至中央已经过去了五年,面对千头万绪的国内情况,这位年仅55岁的共和国领导人,由于经验并没有那么丰富,所以在处理某些事情上便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 鉴于此,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并在征求了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之后,决定请出五位德高望重,有着丰富革命经验的共和国元勋担任军委副主席,来协助华主席开展接下来的工作。 这五位开国元勋都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是共和国的开创者之一,1976年五位开国元勋出来担任副主席, 这一年他们的平均年龄超过了80岁,为了人民和为了共和国的伟大事业,他们选择继续燃烧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发光发热。 那么,这五位茂迪高龄的副主席分别是谁呢?组织上为什么会选择让他们出来协助华主席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五位副主席的传奇经历。 篇幅所限传奇并不能一一列举,往各位观众老爷见谅。 第一位刘伯承 刘帅1982年出生于四川开县,他上过旧学堂,知乎哲也并不陌生。 上过新式学堂,现代的科学知识也一样精通。 当然了,他最擅长的还是军事战略方面。 1907年15岁的刘伯承因为父亲病亡,不得不选择中途辍学,并不是很宽裕的家庭条件逼着他为了生计开始务农。 而正是因为这段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经历,让保长艰辛的少年刘伯承立志整民于水火。 1912年出,20岁的刘伯承考进了旧军阀署属军开办的军官速成学堂。 西方先进了军事理论知识,第一次进入了他的事业。 对知识充满渴求的刘伯承,就像一张厚厚的海绵,无时无刻地不再汲取着课堂上所有军事知识。 仅仅十个月的速成班,他却学到了绝大部分人几十年也学不到误不出的军事战略理论。 接着,以绝对优异的成绩毕业的刘伯承,靠着过硬的军事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了川军的中层军官。 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刘伯承加入了孙中山的革命队伍,并且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闯出了偌大的名头。 比如军神,1916年在指挥一场战役时,右眼受伤了刘伯承因为麻醉可能影响脑神经,于是便放弃了麻醉选择直接手术。 为他主刀手术的德国医生因为这件事称他为军神。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好像在一千多年前也有一位猛人选择一边下棋一边刮骨疗毒的,而他在后世被称为武圣。 有知道名字的欢迎评论区留言哦。 所以刘伯承的军神之名实至名贵,知道刘帅经历的应该都会嘖嘖称奇,因为他老人家似乎都是受伤的时候便开始出现大转折,比如军神称号的由来,比如接触共产主义。 1923年已经属于川军高层的刘伯承再一次负伤了,这一次他伤的是右腿,而也是这一次养伤的时候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接触到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信仰。 1926年刘伯承入党,次年以十五军军长的身份同周恩来总理贺龙贺老总等人一起领导并指挥了南昌起义,并且于同年去往苏联著名的军事院校福龙之军事学院深造。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伯承被任命为1290师长,接着在夜席杨明堡,反十一路扫荡以及百团大战等战役中,他带领战士们遏制了新华日军的嚣张企业。 抗日进入相持阶段后,刘伯承又创建了禁忌鲁狱根据地,日本投降后刘帅被任命为禁忌鲁狱司令员,政委是邓小平。 国共谈判失败后,蒋介石派大军围困了中央所在的陕北,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禁忌鲁狱的两位领导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带着战士们千里跃进大别山。 大军经过二十多天的长途奔袭,完成了这一撞举,并且兵封直指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枢纽南京和武汉,相当程度上的缓解了中央的压力。 解放战争中,而也在一系列战争中也是功勋卓著,不弱于人。 1955年,刘伯承被授予元帅军衔,第二位邓小平。 刘邓,刘邓,既然第一位说的是刘,那么第二位自然是邓小平了。 邓小平,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原名邓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1920年,年仅16岁的邓小平远渡重洋,去往法国勤工俭学,并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终生信仰,共产主义。 土地革命时期,邓小平带领并指挥了百色起义等一系列战役,参与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等革命队伍,担任过根据地的县委书记,对于党组织基层的建设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抗战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与他的老搭档刘伯承,带领着禁忌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坚决抵抗着日军的侵略。 解放战争时期,二爷千里越近大别山,上文我们已经提到了,就不做过多赘述。 而解放后,关于西藏的解放问题,邓小平也做出过突出贡献。 当时,西藏民生凋敝还处于半封建半农奴社会的状态下,完全是不毛之地。 但是,作为我们自古以来的领土,我们不能放弃一丝。 所以,毛主席在前往苏联考察途中,亲自点价二爷,希望刘邓两位领导人重视并着手解决西藏的事宜。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针点了二爷汉将,在后世有着佛光将军美裕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将军,来执行这一项任务。 而张国华将军也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不但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和重托,而且还在世界污济上留下了佛光将军的美誉。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做出了把全党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确定了重新开放高考,确定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定了改革开放。 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逐步实施,而接下来自然就是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省的问题了。 邓小平先后与英国以及葡萄牙就香港、澳门问题进行了谈判,并且确定了回归日期。 同时,因为上述三地区的特殊性,他倡导并拓展了毛主席曾经提到的一国两制,之后的岁月直到老人去世,想必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就不多讲了。 第三位,聂荣真,一生耿直而忠厚的福帅聂荣真。 出生于1899年,还没有直辖的四川重庆。 按道理讲,跟上面的刘邓也算是老乡。 五四运动的时候,聂帅作为热血青年也是一位急先锋,也因此他被通缉了。 没办法只好远渡重阳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后又辗转到比利时读书。 1923年,聂荣真入党。 两年后,由于国内革命需要,由苏联转到回国。 之后,他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和政治部秘书,不过因为中山剑事件被免掉职务。 再之后,还参加过北伐战争。 1927年的南昌起义,聂帅也是参与者,并且还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 不过,由于起义失败,他只能转移去香港从事地下工作。 在香港孤立无援的日子里,聂荣真遇到了陪伴他一生的革命战友兼妻子张瑞华。 长征路上聂帅带领的队伍是中央纵队的带刀侍卫。 毛主席著名的四度赤水战役,执行者就是聂帅带领的队伍。 抗战时期被委以重任的聂荣真,曾经一度担任着晋察纪根据地的最高长官。 参与指挥了平行官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还有百团大战,以及之后聂帅手下的杨成武兵团,歼灭日本所谓的黄军之花,阿布闺秀等等战绩。 聂荣真作为战场上的铁血将军,也有着柔情的一面。 抗战时期,聂帅出于人道主义还收养过日本的战争遗孤。 这位叫美惠子的孤女数十年后还曾重返中国来败卸聂帅的养育和救命之恩,算是一段佳话了。 解放后,新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等也有聂帅参与领导。 东风烈士林园里涌眠着六百多位为了新中国住建而牺牲的烈士们就是证明。 而聂帅在去世后,子女也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安放在东风烈士林园里。 第四位,徐向前。 不一元帅徐向前是一位能文能武的高材生,他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他会写诗,而且水平不低,会三四种乐器,民族音乐也好,西方乐曲也好,几乎是信手拈来。 当然了,这些都不是这位元帅最厉害的,因为他最拿手的是带兵打仗,要知道,经过他手带出来的将军就超过了八百位。 1901年,徐向前出生于山西武台县,幼年因为家贫辍学,为了生计很小,就到杂货店当学徒。 18岁那年考上了山西的国民师范速成班。 1921年毕业后,当了一位小学老师,之后因为宣传爱国思想被开除。 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招生,徐向前考上了一期,毕业后,刘孝担任排长一职。 抗战时期,徐向前与刘邓一起大刀阔斧地创建了禁机域抗日根据地,大大小小的对日战役都能指挥得非常出色,比如神头领战斗,反六五围角战斗等等。 揭灭了日军七千余人,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指挥临焚战役,仅凭六万多新组建的部队,便揭灭了国民党十一万人,解放了十四座中小型县城。 1955年,徐向前被授予元帅军衔第五位,叶剑英。 叶剑英元帅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当过孙中山的护卫,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时期,几乎在人人自危,谈共色变的背景下,他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897年,叶剑英出生于广东梅县,家里条件不错,家境很殷实,读过私塾,下过南洋,见过世面,受辛亥革命影响,青年时期便立志报效国家。 1921年10月,孙中山出巡广西,年纪24岁的叶剑英便跟随在身旁。 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招生,叶剑英担任副主任一职,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再次合作,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坐镇南京,全面协调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且协助周总理营救我党被关押人员。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和平解放,叶剑英,鞠躬至尾。 1955年,叶剑英被授予元帅军衔,以上就是当时的五位军委副主席,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开创者,其中四位建国后被授予元帅军衔,还有一位更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主导了改革开放。 他们在冒谍之年,依然选择战斗在一线,选择负重前行,选择为身后的人民遮风党雨,他们无愧于人民的公仆,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